吉林省苏兰市四名公职人员在抗洪抢险过程中因工牺牲、失联。 8月9日,记者采访到幸运生还的司机王炳凯,他对记者讲述了遇险的过程。 记者采访时,王炳凯左臂仍有划伤的痕迹,距离事发已经过去6天,他的嗓子依旧不敢大声说话。 8月3日晚9点30分,王炳凯驾车来到舒兰市政府楼下,等待即将下楼的舒兰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骆旭东和吉林市水利水电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尼峰,舒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二科科长张志钊。 彼时,舒兰市正遭遇强降雨,王炳凯回忆,他们计划出行的路线是途经开园镇、永胜林场、新开村、五滴村、六滴村。 七滴村,直至去往青松林场。 王炳凯回忆,当车行至开园镇新开村时,洪水突然像黑色的墙面一样直扑而来,让车子有了漂浮状态。 王炳凯赶紧把车停下,几人紧急打开车窗,爬至车顶以躲避水势。 水势蒙涨几分钟后,洪水便淹没车顶,几人被浸泡在水里,随后一个大浪将几人打散。 王炳凯回忆,自己随洪水漂浮了几公里远,最后漂到了大兴村,顺着洪水的高度爬到房顶,等待七个小时,他终于获救。 9号午后,在洛虚东办公室的办公桌上,一本笔记本摆放在桌子左侧,笔记本旁边放着眼镜和一些材料。 在洛虚东的笔记本上,记录抗洪的内容有十几页,笔记本最后一页标注着七里香、开园镇、八里村、模范村,其中开园镇被重点圈了起来。 自8月1号强将雨开始至3号晚牺牲,洛虚东的笔记本上记录的满满都是防训内容。